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客枪枪三十行是一种享受 为什么呢 每做一次 我每做客一次枪枪三十行就减一岁 我觉得 原来是这儿来的 我刚才还在问他 他说可能请教一下你的年龄吗 但是一点都不像 像 他刚才跟我说他 八十几吗 他跟我说他儿子二十四岁了 那个保健的一个绝招就是每天哭一个小时 把毒素排出去 你能哭吗 你就写儿子写同化的 他说这个哭还真是 我跟你讲 我生活里有很多像他这样的朋友 其实 与其说是朋友 我心里把他当老师 就很多亦师亦友这种关系 挺好的 因为你要真的是说人家是老师 大家聊天不放松 距离就比较远了 对也平等的朋友 但实际上 人家的阅历和知识足够做你老师 你像最近为什么他说得哭 我很有感触 我就有一个老哥 那天就给我发这个怪论 他说种族的问题 说为什么 他觉得中国人就是世界上最爱哭的一个民族 就说 哎呦 好家伙官也哭民也哭 什么地方都哭 拿了奖也哭 没拿奖也哭 就是整个就泪流成河 还说你看梦江女哭倒长城 这样的神话传说 世界上他还没见到别的 只有中国 就是 你皱成眉头啊 那我你说中国人老爱哭 我觉得 我昨天还特别打电话给我 给我的未婚夫问了他这个事 我问他说 为什么你们意大利人 每次那种世界杯啊 足球赛啊 什么什么东西 你们输了球 你怎么都不哭的呀 为什么不是意大利人啊 是啊 哎呦好家伙我才知道 我曾经跟未婚夫一块 从直升飞机上 掉到海里去 你知道吗 这就是找意大利人的下场 后来他说 他说得很简 他说很简单 他说 拜托 你们不要以为 每个人都跟中国人一样 对于 就是有那么浓厚的民族情节 对于国家的意识 这么样的强烈 有时候中国人 对意大利的民族情节 比中国人自己还厉害呢 你是说他们那些 时尚品牌的那些情节 不是 我没说 你跟意大利美女 不是 意大利美女好好喜欢 这位教学 你得帮他解释一下 我好喜欢意大利美女 这元的东西 这事不说了 你看光美傻了 什么东西 他装傻 他装傻 你讲种族 我就跟你讲 我这老哥真的做过研究 他就发现 当时 比如说 北约 那叫南斯拉夫 反正把赛族给打成那样 他说他在所有的电视镜头上 接受采访的那些赛族老百姓 他说他没见过一个人流眼泪 甚至有一回说 当时他们一大桥给炸了 他旁边人还勾火晚会 还是欢腾跳舞 他又说 比如说车臣 据他说 我不知道 他当年我们看过的夏博洋 恰巴耶夫 恰巴耶夫就是车臣人 为什么恐怖袭击搞这个 就是前赴后继 他不哭 他这个强悍 你知道吗 那不是 那我们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 抗日战争的时候 看什么体道危机队 编语局队 你也没见着空的 哭的 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 咱好像十多年前 电视上也很少见到哭 生活中也很少 见到哭 我觉得有钱了才会哭 好像 没钱 有钱 他压力压力 现在压力 你像你说的什么 这个爱国呀 这个的 我倒觉得他这个运动员 有时候领奖 他为什么哭 他觉得他自个儿不容易 是很不容易 对 你看给教练打的 那么一个打死过去 那我倒觉得不是 我觉得那个 我当过几个 那个PK类的 那个像那个武林大会的 这样的 武林大会 我没当过什么 你当评委 刚刚我几个评委 就PK节目的 我发现那个 被淘汰的不太哭 他就是那种 干笑的下泉 就是那种苦笑了 就是那种 自己爱慰自己 但是赢的都哭 什么意思 赢的都哭 他就说这个 你知道最近人家 好多人 还有反应 就你要参加的 跳舞的 武林高手的 好多明星 说这个PK不上 就哭 我那天看见一个 博客 写的还倍尖刻 就是说 我们老百姓看得很纳闷 你们哭什么 你们来不就是做个综艺节目吗 不就发个通告吗 你还哭是当真了吗 后来这个观众就分析 说这个明星 他好胜 就是说他在这种场合 其实他没把自个当成一个 出个丑耍一把 他很当真 很当真的比不过 那就很失落 遮丑啊 用什么遮丑呢 他这观众说 这就是用眼泪遮丑 我就换取大家的同行 就还落一形象好 液体遮羞布 这样子讲吧 就是说 你一辈子没试过 被人PK的感觉吧 我拒绝这种场合 是 我想大部分的意愿 你没有三角链过 从来没有 三角链也是 这事跟三角链有什么关系 就是俩男的 比如咱俩追他 咱俩就是PK 是吧 但是 这样的事也没有 一般都是 邪刺里杀出一程晓金 将我女友抢走 都是这种记忆 那你就是被人PK了吗 PK曾经被PK掉 是吗 对 那就是说 你通常就是 一般很多艺人 都是头上顶着光环的 你这么样子 在电视机前面 被人PK 而且有的时候 那个下场 而且那个评委 他们讲的那些话 真的是 真的是都是往 刻薄里面走 所以你没有办法预期到 怎么刻薄 怎么刻薄 那天好像批评了一位 那个人高马大的 一位男 男歌手 就说 你跳什么舞啊 你那一对一双脚 像两只大铲子一样 在舞台上 铲来铲去 铲来铲去 他们通常是被 他们的fans 捧在手里的 然后忽然被一个 这个评委 这么样的批评 其实真的心里 会很不好受 人家郑老兄 解读就不一样 你觉得呢 那个 我这个当评委 其实我也想这个事 比如说我就不会 像你说的那个评委 那么刻薄 比如我当了一个 叫英雄会的评委 咱们这个 莫慧兰 然后他去唱完歌 兰兰 兰兰唱歌呢 基本上他唱完歌 我的感觉就是 听到我自己唱歌 我唱歌唱得好 你别这么想 帮你给我唱一句 快出谍了 然后 然后那个 我有一次去唱歌 就参加一个节目 然后 叫我是冠军 是吧 他让我录那个主题歌 那主题歌是谁写的呢 叫 水母年华 是吗 水母年华 水母年华 对不起 对不起 水母年华 我这给他做广告的 他们给这个歌 给这个节目谱的 这个主题歌 然后那个 就把我们这几个人 就拉到一个 从来没进过录音棚 我就被拉进去了 拉进去 就事先什么都不给啊 进去以后 就给一个打印的 那A4纸的那个歌词 还没有那个 五线普当 五线普当 我也看不懂 是吧 然后那个 每个人看一片 就进去录音 第一个是一歌星 叫王子明 就是一个小男生 情歌王子 还有李学庆 是一个模特认识 是吧 还有一个叫黄家诺 我们知道香港的 香港的 还有我 我们四个人进去了 人王 王子明进去 我一遍就过了 李学庆大概是三遍 黄家诺是四遍 我就紧张了 我都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是吧 我就问王子明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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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小伙子 你现在就给我 给你一句话的机会 告诉我 就让我赶进去了 就行 唱歌的秘诀 绝条 传授给我 我说 我这岁数 当你爸都够了 先占一道便宜 他就告诉我了 他就一句话 他说 就是不要脸就行 赶抡 没错 我就进去了 一遍就过了 然后出来以后 那录音师跟老板说辞职 说耳膜被彻底摧毁了 就唱到这个水平 我给莫慧兰当评委 我就等于听到自己唱歌了 但是我不会说 你那个两个脚像大铲子 那个不绅士 你说是吧 我是这么说的那话 我说咱们蓝蓝 这个歌唱的好不好 还在其算 读音全部 全都不重要 我说重要的是 他让全世界的人 听过咱们的国歌 他当冠军的时候 不是升国旗了吗 我说那才是最好听的歌 他这么好听的歌 莫慧兰不是用声带唱的 我转了一句 您别做好准备 这话不像我说的 而是用清水和汗水唱的 不好意思 然后有这么一个什么 当时我还想 他们就是说 干嘛就是赢了 就要哭呢 我就说你觉得 他上面这个哭 是真心的 还是表演的 我 我 你说 表演 你因为是表演 因为我参加那个 还是我是冠军 我是第一个被淘汰的 他是三天淘汰一对 一共十二对 然后 那个 淘汰了以后 那个主持人是 就是叫成贤 是吧 他就说周元杰 我那搭档叫欧阳慧玲 说你们俩被淘汰了 然后我这个搭档是个女士 因为是湖北沙市的一个个体户 因为我当时去选她 我跟一个叫谢雨昕的人 到长崖选区去选那个民间选手 当搭档 因为我选的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必须是生过孩子的 我觉得生过孩子的这个妇女 她受过苦 但是最后我没能清楚 到一认识以后才知道跟我一样 是抛妇产 没有 他当时就哭 被淘汰以后 后来我就说 我说 我说欧阳啊 摄像机已经关了 你可以不哭了 你就不哭了 还有那前11个选手在那等着我们被淘汰 是吧 我们最后爬上南京的一个叫 岳江楼 他们就挨个抱着我哭 后来我当时就说 我说你们要是在摄像机关了以后 还抱着我哭 你们就是我一辈子的朋友 没有一个人关了 还抱着我哭 所以就说到这方面 我对于艺人的哭 最近很有感触 咱们广告之后 还可以聊一件事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天我看电视新闻 就你们台湾 你知道是说豪宅里种大麻的 最后一查出来跟好几个艺人 有关系 你知道就是说 这几个艺人 进橘子里 咽尿 咽头发 咽的时候 信誓旦旦 就说我被冤枉了 我是清白的 我从来没抽过大麻 但是这个结果还没出来 你知道吗 俩已经怂 不能叫人怂了 俩就出来 你知道这事吧 骑案投名 我就眼睁睁看着哭 俩大老爷们 就说我这两天 我受到这个良心的谴责 我那确实是抽了 那是不是犯隐了 就是也哭 说哭 你知道就是这个犯罪感 到什么程度 说我回到家里去 我看见我的孩子 我都不敢碰他 我就觉得爸爸有罪 连碰孩子 都不敢碰 因为曲忠恒 就是这个爸爸 这个爸爸 曲忠恒呢 他在台湾呢 就是一直以一个 就是好男人 他是那种 以前给人家 这种微微诺诺 他演戏的角色 也都是那种微微诺诺 然后就是属于 甘草型的那种 那种那种丑角 然后后来呢 因为这个国刚帮帮忙 这个节目 忽然一下子翻红了 所以呢 就是说 他给人的印象 一直都非常非常好 然后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道歉的 妥宗康 他就是属于那种 硬汉的心的 然后他在那个台湾 还开了好几个夜店 属于就是夜店 非常非常红的一个人物 然后这两个人 比较好笑的是说 他们两个人 就两天之后就出来说 我要向社会大众 我做了 我对于社会大众 做了非常非常负面的 一个教育 尤其妥宗康说 我自己还做一个 儿童节目 我觉得我真的是 树立了非常不好的榜样 所以呢 这件事情出来之后 我要坦诚 我曾经在泰国 跟菲律宾 吸过大麻 但是他并没有提到说 他到底跟这个 台湾的这个水耕大麻案 到底有没有关系 但是最有趣的事情是 后来警方呢 就是说其实这个过程 还在调查当中 警方宣布了说 OK 我们现在查出 其中有三个人的血液 里面是有大麻的阳性反应 但是很奇怪 这两个出来跟社会大众道歉的人 他们的这个血液呢 呈现的是阴性的反应 反应就是他们两个血里面是没有大麻反应的 道了歉 反倒歉就来 他没事 没道歉那几个 全给查 我告诉你 我当时以我的这个这个破碍的思路 还有一种可能 当然人可能真心的忏悔 但还有一种可能 有可能被误导 因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盛行一个传说 就说这个抽大麻 在尿里边咽的话 大概两三天就没有了 就就是说咽不出来 但是一直有一种传说 头发 就是你吸过毒 头发终生都会残留着这种物质 比如说 说是像拿破仑 说是拿着头发 发现他身中毒吗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确实要查头发 这下不灵了 但是呢 那天我看报纸 说实际上头发也有期限 头发里边呢 是四个月 头发就验不出来了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瞎猜 但是我就 我当时看他们这个哭啊 我有个很奇怪的联想 就是说那个 你知道美国历史上 曾经有过禁酒法案 那么在这个 在那个时候 酒就是违禁的麻醉品 也可以说就是软性毒品 我就突然想 我说那个时候的艺人呢 那就也哭 怎么 那就挺有意思了 说对不起大家 我对人民有罪 我就去年为了放松 我在泰国 我就喝了一回酒 喝呀 我真是忏悔 我都不敢碰我的儿子 爸爸做的太不对了 你不是 我告诉你 我有一个经历 说到这个吸毒 吸毒现在在大陆这个形势 也比较 而且低灵化 所以呢 就是有关部门 就问我愿不愿意做这个事 愿不愿意 不是 就是说给这个孩子 写一个 反毒的 吓唬他们的这些动画票 这个叫做逃离恐怖岛 已经完成了 先出了书了 然后我就到这个戒毒所去 去呆了一段时间 因为我 还没这个经历 目前是吧 那个他们说第一次吸毒 他说你 他说他们说 说的那个 你出去这个水不可以喝 就是说 厂着的水都不能喝 都是朋友给吓得毒 现在高科技了 原来就是得 喝好几次才上瘾 现在一次就上瘾 就是说这 这个矿泉水的塑料瓶 你拧开以后 你去卫生间了 是吧 回来再吃饭 这个不能碰了 就被你下下去了 后来我说 这个一拉罐是不是 是不是很保险 没开到 他说不是 这一拉罐啊 底下用针罐打进去了 用口香糖一沾 所以说喝一拉罐 之前先要抠底 哎呦 郑老兄 像是道上的人啊 你说的这么熟啊 大麻吸了 可能还能接 那海洛伊西了 基本上就 现在他这个 我觉得这个时代变了 其实道德标准在变 你比如说 说艺人 你这个演艺圈的 我现在看一些回忆 当年就是民国的时候 京剧那个名角的这个大家 是吧 那也是万众的偶像 但是你看 说抽鸦片 鸦片战争的时候 应该说就知道抽鸦片是不好的 但是呢 那个时候几乎是半公开的一个秘密 都知道这些人 很其中很多人抽鸦片 而且呢 根据一些这个老龄人的回忆 就是说似乎他这个抽鸦片和他的这个艺术啊 这个如搓如切如搓如搓如磨 这个之间还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你看现在台湾社会就比较保守了 就是说这个艺人你就必须出来认罪 就是这这这这就不行 我就想啊 一开头我就觉得挺可怜 但是到后来啊 我就我也能理解了 我就真是犯了 有没有可能就没这事 就是为了提高炒作一下 有没有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他现在是什么样啊 没有 不可能 因为台湾对于所谓的贩毒跟吸毒呢 的法律是非常非常严格 我不晓得是可能在你们没有飞 你有飞到台湾去过吗 去过你 在台湾你要飞机要降落之前 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空姐 不管你打的是哪一家航空公司 他们一定会做一段广播 就是说台湾对于这个毒品的这个 呃呃呃 法律的限制呢 非常的严格 如果有携带毒品的话呢 最高的他的那个判的心就是死刑 嗯 就是说他会一再一再的强调 就是我每一次要回去台湾降落之前 都要听到这一段东西 所以就是说呃 不管不管就是说民间有多么盛行吸毒 还是多少人 有没有一人在吸毒 但是就是说台湾的这个这个执法呢 对于吸毒这件事情还是 你你看你要求很严格的 你这个规定就比较狭隘 不像我们这个大陆规定的这个范围非常宽 就是我看我们那个过关写的那标语是 凡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 什么什么不利的物品一律不准带进来 你看咱们这一网全收了 我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对哭这个现象啊 我做我做研究 你看啊 我觉得就有的时候哭啊 是比如你站在领奖台上 呃 哭啊是委屈 对吗 你这个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都是不快乐的 然后那百分之一的瞬间夸他得奖了 这一下子觉得这么多年好 不容易啊 哎真的有的时候你说 你觉不觉得咱就说中国人多愁善感的民族 他们有人说 那比如说像外国人 他选择一个运动 是他自己选的 我们不一定的 我们这一个运动员 你可能是你有这特长 甭管你喜不喜欢 你有培养前途啊 从小你就这么练你 练练练 那是付出了特别多呀 啊 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你说 中国人呢 为什么我想起这个父亲 母亲 咱说父爱母爱 我们会流眼泪会哭 他就是特别心酸 这个亲情爱情啊 都给人一种特别心酸的感受 他不当那么快乐 不是这样 就说有的人是这样的 这里不有半缸的水 那种比较悲观的人 他就会说 我只剩半缸的水了 那乐观的时候 我还有半缸的水呢 就是说可能你说的这对 就是说咱们中国人 可能是比如说亲情也好 什么也好 比如生出一个孩子来是吧 他不是想他痛快的时候是吧 他是先想 怎么一把食一把尿 他先想那个委屈的地儿 他不先想那个 他不想想那个 就是那半杯 我还有半杯水啊 可能是这么一种思维 是这个我觉得这是民族性 你记得我还曾经讲过 像我们在巴基斯坦的时候 不是老出车祸吗 就是那里的 是老出车祸 是是 巴基斯坦老出车祸 因为他们喜欢那种 就是一辆卡车这么大 但是他上面载的货物 可以三倍那么大 没事就翻车 然后他的那种旅游巴士 也是明明可以坐50个人 他上面可能 里面装了80人 车顶再装了30个人 所以老翻车 但他翻完车之后呢 你在那个翻车现场 从来不哭的 没有人哭 干嘛哭呀 他上天堂去了 你还哭他干嘛呀 你知道有一种哭啊 是什么 我曾经看过一个 就诺贝尔籍的一个物理学家 他在写的回忆 就说太太死了 太太死了 他说我当时一点感觉都没有 根本没有眼泪 也很奇怪 为什么不哭呢 就是很冷静的办着事 朋友来调宴呢 怎么怎么把这些事办完 他说在这件事情 过去一个月之后 有一次我走在街边的这个橱窗 我看到我太太曾经想买的一件大衣 穿在这个模特的这个身上 他说我看着看着 突然发现已经泪流满面 这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人呢 是不是遇到特别大的悲 悲伤的时候 他麻木了 这个眼泪不是从那个泪线里流出来的 这是从心脏直接流出来 是吧 你流过这种眼泪吗 好像没有 我有一条非常喜欢的那个 对温暮羊犬去世的时候 我试着是苦苦的一堂 别人为人流泪 你为狗流泪 当然现在就是狗比人还亲了 啊 对